你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什么 即使是私人贷款 或是你带他回家 但明显有什么不合适 我真的不想有什么不合适 会让事情更加困难 在一个寻常不过的午后 当丈夫的身影从家中消失 女老师阿玲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她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班上的体育生维伦 回到了自己家 维伦满心期待 以为我与此别开生命的学习体验 却没想到一踏入家门 她的眼睛就瞪得如统龄般大 原来此时 家中还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阿玲并没有浪费时间 迅速拿出功课 督促伟伦专心学习 但伟伦的心思却像脱缰的野马 忍不住向那位老者打听起 阿玲的点点滴滴 原来这位老者是阿玲的公公 而她的丈夫因为工作繁忙 将中风的老父亲留给了妻子照顾 阿玲的生活因此变得异常艰难 既要应对工作的压力 又要照顾年外的公公 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不解和冷漠 多年来 阿玲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这让她在亲戚们的议论中 倍感压力 她没有生过 当然不会抱咯 她清楚 丈夫的冷漠和忙碌是主要原因 大腾仍然坚持每天打排卵针 肚子上不满了瘀青 她渴望有一个孩子 这不仅是丈夫的愿望 也逐渐成了她自己的执念 在学校里 阿玲当然中文课老师 但在新加坡这个环境中 中文并不受重视 学生们在课堂上细细打闹 其中考试的成绩更是一塌糊涂 为了提高班上同学的成绩 阿玲决定利用课一时间 为不及格的学生补课 其中就包括韦伦 韦伦原本的中文课毫不在意 甚至在课堂上睡觉 结果考的一段糟 被迫补习的她 一开始非常抵触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因打球摔伤腿 去医院复查时 偶遇了阿玲 阿玲处于好心松地回家 也让阿玲了解到了 这位学生背后的故事 原来 韦伦的父母去年离异 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后 她在家中的存在变得尴尬 家庭的辩护 让她备受打击 彻塞在学校自暴自弃 了解了韦伦的遭遇后 阿玲开始主动关心她 希望能帮助她走出阴影 在阿玲的鼓励下 韦伦逐渐找回了自信和温暖 她开始认真听讲 成绩有了显著提升 每天课后的补习 成了她最期待的时刻 因为这是她和老师 最宝贵的独处时间 在这段特殊的时生关系中 阿玲和老师都找到了 彼此的价值和意义 而韦伦 这个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年 总是偷偷用手机捕捉老师的背影 在那些寂静的夜晚 老师的身影 成了她新人的慰藉 算好日子的阿玲白班准备 只为和丈夫共诸哀潮 她在家中静静等待 换来的确实 带着酒席归来的丈夫 阿玲的抱怨 在丈夫的不耐烦面前 显得苍白武力 她被推向了冷漠的边缘 感觉到自己的付出 如同喂了狗 随也流转 阿玲尝试了无数种方法 中药 西药 一切努力 似乎都未能打动丈夫的心 她的付出 被丈夫轻描淡写的忽视 生孩子的责任 被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 然而生活总有转机 学生的进步 让阿玲看到了希望 而韦伦这个少年 也在这个时刻 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次补习的机会 阿玲被临时召回 召看老人 韦伦也跟随她 来到了老师的家中 第一次踏入这个家 韦伦心中的兴奋难以掩饰 她在镜子前面比划着 这一幕恰巧被阿玲的公公看见 公公是个无数迷 看到韦伦的动作 她立刻产生了兴趣 当韦伦遇到不会写的字时 公公用手指轻轻比划 帮助她完成功课 这一刻 爷孙俩的笑容 如同阳光般温暖 老师邀请韦伦 留在家中吃饭 三人围坐在餐桌旁 其乐融融 依然就是一家人 可温馨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一切慢慢发生了变化 一次意外中 阿玲正要为韦伦指住鼻血 她却突然抬头 阿玲本能地躲开 但心中却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感 就在昨天 阿玲无意中看到了 丈夫与女同时亲密的举动 那一幕如同晴天霹雳 让她心痛不已 韦伦的出现 虽然治愈了她的心伤 但关系的突然转变 让她一时难以适应 在电梯里 她努力与男孩保持着距离 但韦伦却一点甜蜜 偷偷牵住了她的手 一日 韦伦邀请阿玲和公公一起 去看她的比赛 在台下 阿玲老师的鼓励 如同无形的力量 让韦伦顺利拿到了冠军 然而这么重要的时刻 韦伦的父母就会能到场 看到女孩有些许沮丧 阿玲便主动提出 带她一起去庆祝 三人坐在路边 享受着相挺的榴莲 一老一少 相处得十分融洽 韦伦还贴心地 将榴莲围到老人嘴边 在转身的幸福时刻 阿玲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 她明白 无论生活如何扁钱 她都要坚强面对 因为她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韦伦的出现 让她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她相信 未来的日子 一定会更加美好 可命运 又一次打破了这份宁静 一天 韦伦手机中的照片 被同学窥见 为了夺回手机 她与其他同学 发生了激烈冲突 事情迅速升级 被带到了校长面前 再加上其他老师的风言风语 说在电梯里撞见过 阿玲和学生的亲密举止 校长决定招两人谈话 为了保护阿玲 韦伦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一切 说对阿玲老师的亲母 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而阿玲 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业 依然选择了离职 这个单纯的男孩不明白 追随在阿玲身后 为何只是同学间的争夺 最后却演变成校长 要逼走她敬爱老师的结局 正当此时 一支训练的仪仗队 恰巧经过 将他们隔开 仿佛预示着 他们关系的终结 阿玲甚至这样下去不行 她将伟伦拉到角落 试团地接受现实 但伟伦固执己见 阿玲无奈之下 只能一巴掌打醒她 委屈的大男孩 只能将愤怒 发泄在垃圾桶上 厄运接踵而至 在一个暴雨如珠的夜晚 阿玲一边脱底 一边呼唤公公起床吃饭 却是久久得不到回应 公公毫无预兆地离世了 一直陪伴她的家人 也离她而去 阿玲悲痛语绝 忍不住放声痛哭 葬礼上 男人竟然带着情人出现 更可气的是 身边还站着一个四岁的小孩 阿玲与丈夫结婚才五年 如今却面临家破人亡的境地 公公一死 人走差量 家人们纷纷算计着 如何瓜分家产 却无人关心阿玲的悲伤 她只能默默地烧着纸钱 发泄心中的哀痛 伟伦这边 一连数日都无法联系到阿玲老师 她心急如焚 甚至一次杀香威胁 阿玲无奈 只好答应见她一面 她告诉伟伦 这样做是错误的 但绝强的伟伦 却突然解开安全带要挑车 阿玲赶紧拉住她 却不身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出租车 伟伦想要下车解释 却被误认为时 阿玲的儿子 司机咄咄逼人 指责她带着孩子 还如此莽撞 并要求阿玲赔钱 这一刻 伟伦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幼稚 给老师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她在阿玲家楼下等了一天一夜 这份沉默也被阿玲打破 她甚至从一开始 他们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不能再继续迷失下去了 天空原本明媚 却突然翻脸无情 大雨倾斜如主 就像伟伦此刻的心情一样糟糕 她猛地推开车门 冲进了鱼目中 阿玲急忙紧随气候 伟伦停下脚步 伟伦没有回答她 而是直接走向她 紧紧地拥抱着她 在雨中 他们的身影融为一体 这场大雨也带走了她的初恋 与此同时 阿玲的丈夫正在提出离婚 他们结婚五年 但妻子却始终无法生予 而丈夫和情人的孩子已经四岁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 丈夫连续了律师 希望结束这段婚姻 阿玲心中五位杂陈 失望 愤怒 悲伤 交织在一起 其实 早在他们结婚一年后 丈夫就已经背叛了她 阿玲虽然心痛 但还是好规律地签下了同一书 在等待电梯的间隙 她看着身旁的男人 心中涌起一股讽刺 她回到家里 开始收拾行李 却在厕所里发现了一根未开封的咽语棒 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测了一下 结果却让她震惊 她竟然怀孕了 就在签字离婚的那天 阿玲突然想起了医生的话 她的身体状态非常好 应该很容易怀孕 她和丈夫结婚五年都没有孩子 而上一次和韦伦发生关系后却怀上了 看来真正有问题的人是丈夫 至于情人那个孩子 虽然长得可爱 但和丈夫并不太像 随后 阿玲决定会向下散散心 她坐上了打巴车 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忙 是她出生的地方 她回到家中放下行李 却没有看见妈妈的身影 走到后院才发现 年迈的母亲正在洗衣服 阿玲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走过去 帮母亲量晒床单 经过一个月的雨季 终于迎来了阳光 看着雨过天晴 阿玲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 她决定放下过去的伤痛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阿玲的嘴角轻轻赏扬 绽放出一抹微笑 在整部电影漫长的旅途中 她始终在压抑自己的情感 无论是照顾瘫痪的公公 还是面对冷漠的丈夫 她都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然而 当面对哪个天真无邪 热情奔放的男孩时 她内心防线 似乎有些动摇 她半推半就地扮演着一个 本不属于她的角色 仿佛在寻找一种解脱 电影并没有明确揭识 孩子的父亲是谁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那个孩子 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渴望 或许在阿玲的心中 孩子的身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故事的结局 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 阿玲是否生下了这个孩子 对此 我想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期待 阿玲回到马来西亚的家中 抬头仰望的 是一过天晴后的新生 那是她新生活的序曲 也是她勇敢追求自我 活出自我的象征 电影中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这句话提醒我们 人生在世 无需一再忍让 有时候 我们需要勇敢地活出自我 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阿玲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何种困境和挑战 我们都应该坚守内心的信念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